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啦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啦对 因为 有一段时间没有上传影片啦对 好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开始吧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Talk Show 我是Paka 那么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我手段的过程啦对 就上个礼拜啦 我有在Instagram问过大家啦对 那么 其实一%的人都有兴趣要看啦对 所以呢今天就来 呃跟大家 讲一下啦对 先说一下我手受伤的过程啦对 那么其实呢我的手受伤过三次啦对 那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次如何受伤的啦对 那么就是在2017年的12月啦对 对呃就是晚成冠宏的scooter啦对那时候 就撞到那个地下的那个 怎么说就是bog啦对就是 呃那个 凹凸不平啦对就撞到那个凸上来的地方 整个人跌倒啦对整个手这样压下去啦对 那时候真的是很痛啦对 然后呢那时候的呃治疗方法呢就是去找铁打啦对 呃因为 所以就呃以中医 呃中医的方式来治疗啦对 那么呢呃我们就来说第二次啦对就是在2018年的3月啦对3月中就是那个呃3月中的那个假期啦对学校假期那一个礼拜啦对那时候呢就是呃下雨天啦对那时候已经是停雨了啦对就是 地下很滑啦对呃就跟Albert一起去一起打篮球啦对就打打下呢就滑倒啦对就是滑去前面整个手这样打下去啦对那时候真的是很痛很痛啦对那时候的呃那时候就一直在等啦对就没有去做治疗啦对呃因为过了一个礼拜就感觉没有痛了啦对所以呢呃就 就没有没有想要去呃铁打就是治疗啦对 然后呢现在我的手是歪的啦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啦对那么呢怎么样去呃怎么样去治疗呢对就是因为那时候看到我的手有歪嘛所以就想要找铁打凹震他啦对就是弄治他啦但是那时候找了铁打过后铁打跟我讲我手是已经是断了的啦 然后那时候呢然后那时候呢就用了呃中医的那个八管的那个呃治疗方法来把铁血抽出来啦对 诶不是抽出来就是把铁血弄散啦对那么呃那时候是真的要很久的时间来去治疗啦对然后过了几天后呢呃就去西医啦对就是呃去医院啦对去check一下我的手呃的问题啦 我说其实就是emergens surgery然后呢却里说他现在小姐还能发现什么类伪的 donnuss裂体感受就发一下 carbohydrate文素头40% Youtube 到署到医院啊对对 Tara建访这个 newsletter 然后连那个医生的士都没有看过呃人家的手歪到这样啦对就很少见过啦 对所以呢呃呃程那时候就check好了啦对差不多从一点多下午等到差不多七点多往上了对 因为从emergency可能要上到去骨科 然后再一直等咯 然后最终呢还是包丝膏啦 那时候的丝膏是顶着这里后面罢了的啦 前面是没有顶的啦 只是用棉花包起来啦 就是下面这边才用丝膏顶上去啦 对对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对那么我的第三次受伤呢 将会在下一集说啦 对因为影片有一点长了啦 对那么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关于我的手段的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啦 对我会在下一集回答大家啦 对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喜欢还有分享出去啦 对希望没有记得订阅我 那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